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毕竟评价性能车的维度和常规的小轿车不一样 咱们也不是那种专业赛道的刷圈的博主 那确实最近微博好多人说想看这个视频 那我转念一想 那凭什么M4就非得下赛道啊 普通人就不配买这种车吗 那不如今天我就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告诉你 G82时代的宝马M4到底是什么样 不专业但感受绝对全是真的 那喜欢的话别忘了一键三连点关注啊 大家简单动手对我们这些2000亿天租他的UP主非常重要 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生 即日不见甚是想念 说起来G82M4也推出一年了 那现在再次认真的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两个大鼻孔好看吗 我其实一直都没觉得这个设计丑啊 然后而且我从第一次看到这个脸 我就知道这代宝马会成 E时代跟M时代的宝马 其实性能确实没得说 但就是长得太人处无害了 你再看这个M4 光中网就占了车头的三分之一 去掉四翼上的一切都个元素以后 这隔山就像一个大嘴 然后这个凸起来像两颗獠牙 然后这两个激光大灯 相不像一双眼睛 这一合起来拼起就像一只野猪 反正两人从后视镜看到这么一个野猪 看到这么一辆车 过来我肯定得躲一躲 就知道这个车看起来就确实不好惹 一开始我是非常喜欢它那个布鲁克林灰的 但看到这个黄色的实车 我改变主意了 买M4就得买这种颜色 它确实很显眼 但绝对不会让人觉得很廉价 很刺眼 这个大鼻孔就得配这种不一样的颜色 不过也有一些很不键盘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尾翼 还没有领克03的大 跟下面这个很猛的四处排气不太搭 所以新M4的外观一到五分 你能给它几分呢 其实每一代的宝马都有自己的风格 E时代克制 F时代优雅 G时代狂放 没丑人人意吧 但市场表现多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2021年BBA里宝马比奔驰多了将近43万的销量 除了本身产品力的优秀之外 我猜G时代的宝马外观也是加分项 你说能花100万买车的人 比起没丑 他们的目标区 你可能更在乎品牌 是霸气 独特 那这个大鼻孔的宝马可能没那么漂亮 但是它霸气呀 而且显然宝马打算把这条路走下去了 看看新款的七夕就懂了吧 那最后说一嘴啊 很多人说宝马的灵魂双肾没了 变成这个了 这个 大肾 但其实竖着的鼻孔也是宝马的震动传承 那这些瞅不瞅令说 但在大街上那些人该回头还是会回头 如果你看过新M4内饰再看上一代 你真的会觉得上一代完全就和时代脱节了 那不是这代做得太好 完全是因为上代太拉了 老M4机后排都得全手动 新M4就只需要调一下靠背 然后座椅就会自己的往前慢慢悠悠走 你别管我后排坐不坐人 我有 我就是牛逼 但这代M4的后排头部空间明显没有上一代大 1米75坐在里面会顶头 老款就不会 而且后排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凹陷 你想稍微隔油毯缓解一下头部吧 腿也伸不开 压根没戏 你要是想在后一排咪一跤 那也是完全不可能 不过听我说这么多 你会不会觉得新M4内饰已经直至100万了呢 其实只是跟上一代比 要是不比的话 我只能说这个车100万得有60万 在这里面 其他地方本质上它还是一辆4系 100万的车既然没有安全带自动递送装置 每次上车够安全带啊 我都像50一样特别狼狈 那这个事就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奔驰身上 方向盘还是手动的 按间的那种塑料感也是和普通3系没啥区别 无线充电这东西吧 它也没有 那最后就是这车钥匙 M4是紧跟潮流时事啊 取消了铝合金的外壳 改成了全体塑料 好吧 那在M4里谈豪华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点大病 OK那咱们就说点关心的 运动氛围 M4的方向盘依旧保持了宝马一关的好手感 就这两个巨大的碳纤维 拨片啊 直接就跟普通宝马拉开差距了 上面这两个红色的M键 懂了都懂 那是点睛之笔 M2就是一键开心的按键 M4这个要选配的蓝黄铜鱼 真的是太爱美了 它就是一整块碳 最大程度来减重 腰这儿 你都能直接伸进去 但要是我真买吧 估计我也得纠结 我们都知道这玩意 但是肯定没有正常座椅舒服 但要说去哪不舒服 那今天我可以全都告诉你 那它硬就算了 我心里有准备 它主要是不透气知道吧 要是穿牛仔裤后的光的腿 开时间久了 肯定误出汗 关键是这个座椅吧 没有通风 也选不了通风 而且这个盐啊 实在是太高了 它是能把人包得很严实 但是你每次上车 避卡腿 姿势非常的不优雅 如果你们像我同事这种体格呀 那我就更不推荐你选同椅了 座椅中间这个停机屏啊 又宽又硬又特别的个腿 你要是腿在油门跟刹车之间换啊 你就能感觉到它一直在个你 呼吁 条到最大 其实还是有点紧 还是有点闷 不过就算我这么说 毕竟你买的是M4 我估计买这个车80% 都应该会选同椅吧 如果你不选同椅 我估计后期二手都不好卖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 它的MMO的这个意表盘 这个大货号比以前带个很多 HUD也会变成一个 非常战斗的界面 510匹 650牛米 什么概念呢 这是我第一个开过 有悬晕感的油车啊 其实我开过很多 三四秒级别的电车 但是三秒级的油车体验 跟三秒级的电车 比真的不是一个东西 油车每次升档 然后它会就 噗的一声 电车索然无味 然后只要地板油走 还有一个延迟 你发现了吧 那这一代S58 跟上一代S5 最大的区别 可能不是马力 而是它这个高转的属性 就是猛的你一给油 它会有一个间隙 然后爬到4000转 一旦爬到4000转 这个动力就直接 把你推到手里发码 我再给你们试一下 找一个安全点的地方 我们现在已经是打开了 这个M2的驾驶模式 我们踩下去地板油 你看 它有个延迟 然后这代是重了400斤 反正其实我开了这么段时间 我觉得它除了高速跟稳 其他我真没啥感觉 它车身还是很灵活 比如拐个弯 入弯直倒荒隆 出弯收起倒落 而且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它这个桶一样 就能把你包得死死的 感觉心情超级加倍 所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 这辆M4开的还是很爽 车子设置里面 发动机 悬架 转向 刹车 变速箱 每一项都有三档可挑 你就算吧 一共有多少种组合 总有一款适合你 而且 M车主喜欢干嘛 宝宝给你准备了 11档可调的 牵引力控制系统 想快点起飘 还是慢点都可以 甚至它都能给你的飘移打分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各位 开这种车 还是要存一点敬畏之心 尤其是马路上比较湿啊 就不要再大力踩油门了 一般人可能真救不回来 你看网上那些M4的车祸 哎呀这车太可惜了 给我不好吗 然后我看网上很多人在说 这个这一代的M4不纯粹了 呃不纯粹不好玩的 巴拉巴拉的 那我就从我的个人角度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如果单纯的论加速能力 论圈速 新款M4可以打爆老款 但是我觉得 确实有道理 新的M4没有老款好玩 首先就是它那个启动啊 启动那一下子 非常浓的一股电子味在里面 我甚至都觉得 不如我那个B58好听 就这个 然后等一下 然后再听听 哎呀卧槽 哎呀卡住了 然后再听听这个 就是它就是动静 比我稍微大一点 你在车里听到的很多声浪啊 包括运动模式 松开油门还有听到 就回火 然后声档的时候你就能听到 全都是模拟声浪 刚开始觉得还行 但开时间久了 听着就感觉怪怪的 因为你怎么踩 用什么方式开它 你听到的声音都是一样的 都差不多 还有就是这代M4的变速箱 从双离合变成了8AT 换档速度确实没有之前快了 方向盘也没有上一代那么重 但你要让我选的话 我会选这代M4 所以最起码这代的外观和内饰 我觉得很切中我的痛点 然后过一点坑坑洼洼 这个车里面也不会像上一代 有那种塑料的咔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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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那行 那我们现在就切换到舒适模式看一看 哎呀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呢 这些天我在开M4的时候 更多时候是在用这个舒适模式开 我甚至觉得这个 舒适模式才是正确打开这辆M4的一个方式 你就正常常的慢慢悠着踩 就跟一辆430差不多 而且这个时候 这个油门也没有那么冲了 就在这个模式下 如果遇到什么私欲了 想跟你蹦一下 啥也不用切 直接身材 照样能让它知道什么叫Mpower 不过它这个松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脱载感啊 尤其是M2模式会更明显 毕竟性能车嘛 把双离合换成8IT 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车真的开起来顺很多了 就慢慢开没有什么冲击感 就是很顺滑 升挡也足够积极 舒适之后 这个转向也跟其他的常规傍晚一样 低速的话 你用一个手指头就能转动 避震嘛 它肯定不算软 但是比老M4那是强很多了 如果走烂路 确实没有以前那个带走的那么难受 不过啊 遇到减速带 该减速还是得减速啊 毕竟它这个台币吧 还是薄 这方面我可是老董哥了 它的285的后轮胎宽是为了抓地 但胎灶真的是比一般车严重 走一些碎势路面吧 你就能听到后面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就是车轮卷天的时子打在车子上 然后再碰到雨天啊 或者打这个探顶上啊 哎呦 好家伙啊 这探顶 这声音 不知道以为怎么了 死亡三重骤 虽然买这辆车可能不会特别关注油耗啊 但是我帮你们特意留意了一下 在市区内 就是用那种比较废的脚法开 基本能干到16个到17个 就是维持这种油耗 你加买一箱油 这辆车的续航连400公里都没有 然后在高速的话呢 可能就是12个左右 所以相比于动力强了 圈速快了 我觉得这些都还好 舒适性的提升才是这代宝马M4最大的升级 这般M4丢了一些驾驶乐趣 但其实G时代的宝马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包括5系啊 这些都是 要不然怎么说 现在的宝马是假运动 真运动 还得看奥迪 那同样都是100分 E时代的宝马运动是90分 舒适10分 F时代运动70分 舒适30分 那G时代 这个可能就55开了 听起来宝马的运动属性好像一直在下降 但可能宝马也知道 我们这帮普通消费者的驾驶水平可能只有20分 最多也就会踩个地板油 那到今天如果我们单纯又好跟坏来评价商业公司的行为 那是太天真了 宝马G时代的种种操作非常的明显 他就是想占领市场 他就是想挣钱 老M已经把那小撮追求纯正驾驶的人抓住了 那谁不想拓宽一下用户群体呢 可普通消费者又有多少喜欢颠的屁股疼的避震 然后油门踩大一点的车就往前窜 你就得握紧方向盘非常的 怕得打滑 而且现在整个消费者的年纪在下降 年轻人买车想要什么 除了性能 我还是要指望我这个车开出去 能收获很多人这个目光 所以这就是我做一个普通人喜欢M4的原因 它比上一代更霸气更独特 比上一代更快 更好驾驭 也更豪华更舒适 它用很多人触及不到的驾驶极限 换来了更多人能接受的 易控和全能 上一代的F82确实是好车 但它可能已经不适合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了 甚至我觉得F82和G82 不像是前代跟后代 更像是同时代完全不同性格的两种车 一个要的是极致 一个要的是全能 宝马应该也想通了 一味追求的驾驶乐趣 只会成为塞车的马自达 但雨路均沾后 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奔驰 而像M4这种车 也能和911那样成为潮流单品 销量确实证明了宝马这条路没走错 新款M4从上市到今年4月卖了840辆 同比增长了313% 所以如果你只是普通人的车机没那么强 但因为M4不纯粹了 而犹豫要不要买 那我就告诉你直接刷卡吧 不过开完M4之后 我再换换我的巴西 我真的更喜欢我的这辆车了 至于原因嘛 那就留到之后年底 我们那个一年的开车使用报告跟大家聊吧 那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20分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一接三点点关注 哎呀 好走确实有点热 我是花生 我们下期20分测评再见 拜拜 所以相比于动力强的 圈速快了 我觉得这些都还好 舒适性的提升 才是这代宝马M4最大的成绩 没了 看着都花絮吧 他这个比小朋友更猛啊 我感觉 这做完做完M4就都这样了 这个已经已经抚养了 吐吧 吐完晚上能多吃点 不然你不吐一下 不吐的东西都要再回去 嗯 真的可能 就想吐屁股 还这么